好,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三四题 其实这里就第四篇了 我们来看第四 就是看一下第四篇 第四篇的话我们先看三四题 它说要给这个段落选一个合适的引言 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选C呢 因为大家注意一下画线部分下一个句子 是不是提到了两个什么呢 两个工程师 好,怎么知道他这两个人 这个JL和这个JR 怎么知道他们是工程师啊 因为再往下一句话提到这个 within these top engineers 所以这个these top engineers 指的就是这个JL和JR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也就对应了什么 也就对应了C选项所说的 to highly successful full-time engineers 所以C选项是不是就是把 接下来两句话的内容给引出来了 对不对 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35题 35题就跟那个engineering healthier 然后more stable 那个什么 ecosystem 只是一样的考法 它其实在后面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名词短语 对不对 job sharing 对不对 好,是一个名词短语 它不可能读 它不是句子啊 不用,不需要用分号来隔开 也不可能去独立成句 对不对 好,所以AB都是错的 它其实是对这个creative solution的一个解释说明 对不对 用冒号去隔开 所以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好,然后接着我们看到第36题 36题呢 我们注意一下从这个an arrangement in which one full time job is split between two employees 好,我们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同位语对不对 而且是一个做补充说明的同位语 所以也是可以怎么样 这个同位语因为是做补充说明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插入语对不对 我们说过插入语两边 要么一组斗号 要么一组破折号 要么一组括号对不对 那既然后面都用了破折号了 前面怎么样 也用破折号 所以答案是 答案是B选项 好的 所以你看一下就是 是这位Frank 就是你看这里 我们是可以当它是同位语 但是它是不是又说它是一个插入语 你会发现这两个概念有没有互斥呢 没有互斥 因为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37 对就好像说在举个例子中文当中 可能会好理解 你不可能说问这个人是一个老师 还是一个妈妈 因为这就不是一个范畴 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看这个 好 我们看一看这个 37题 37题是36题我讲的好 36题 36题的话 我们看一看这个题目 它其实是个句子合并题 对不对 那句子合并题的话呢 好 C选项是最简洁的 C选项是最简洁的 它也没有任何的语法错误 我们说过句子合并题 跟大家讲过的三个考虑的角度 对不对 简洁 简洁还有就是这个逻辑 它原本是因果关系呢 还是转折关系呢 还是其他一些并列关系之类的呢 这个不能错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会说一个题目 三个方面都去考察到 好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面容主刺 好 相信大家自己的老师都应该跟大家提过很多遍了 但是呢 就说以往我们做这个句子合并题呢 就大家要注意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往的整体考试以及课涵下面 它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基本上四个选项语法都是正确的 但是实际上在前四套欧句 大家注意是前四套欧句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做这套题目当中 其实是在句子合并题当中出现了语法错误的选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次去考试的时候也注意一点 好 然后这是三十七题 C选项最简洁 然后呢 语法是没有问题的 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内容主刺 这道题几乎就没有考内容主刺的一个点 好 这是第三十七题 好 然后我们看第三十八题 三十八题注意开头有个in doing的这么一个结构 一个介词加动名词 反正就是包含非语动词词在里面了 对不对 做巨手的撞语 那么它的这个发出 determine这个动作的应该是谁 应该就是句子主语 对不对 句子主语要能够发出determine这个动作 那四个选项当中 哪一个句子的主语能够发出determine这个动作 就是C选项 L和R这两个人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三十八题考的是修士语 考的是逻辑主语的一个问题 考的是逻辑主语的问题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三十九题 选一个合适的过渡词 好 首先注意一下B选项这个end 大家都是大家应该都做了很多的题目了 平时即使是魔考或是真正去考长上考过试 都身经百战了 应该也知道这个end是什么意思啊 end表示的是这个 end表示是这个目的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看啊 前我们看还画现部分前一句 他说是什么 他想要这个工作上面是做一些无缝的对接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就讲到 后面就说他们怎么样啊 三他们怎么样啊 他们计划每周工作三天 我们知道五天工作日 那每人工作三天的话 有一天其实是重合的对不对 好 重合其实是就是为了这个 其实就是为了达到在工作上这种能够啊 叫什么来着 我现在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述脑子乱了 就是啊 就是这种无缝对接啊 无缝对接想起来了 然后又讲到他们也计划怎么样 他们打算怎么样啊 哎 就是每天晚上都在电话上面讨论 都打电话去讨论 就是当天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好 那你会发现说前面其实是一个目的 对不对啊 to be seamless 其实表示目的 对不对 好 后面是他们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做一些计划 他一些做法 打算去做一些做法 那其实是不是前面是目的 后面是手段 对不对 那b选项就表达出这对关系出来了 好 所以呢 b选项正确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三 哎 这是39题 好 我们看一下40题 呃 40题我们看一下就是哈 我们先答案选到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他题目的要求是说 哪一个选项能够铺垫这个句子后半部分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其实就是冒话后面的内容 对不对 冒话后面的说的是什么呢 当你必须怎么样啊 必须跟另外一个大脑 其实跟另外一个人对不对 分析你这一天啊 你必须要去分析你这一天 并且把他把你的这个分析啊 把你对这一天把这一天来去跟就是这个 因为是他是口语那里引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it他的指代不一定是明确的哈 反正就是跟这个跟另外一个人去做分享 好 然后你会怎么样呢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第二天出现的时候怎么样 就已经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 那这个啊你第二天出现的时候就怎么样 已经是准备好的状态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什么 enhanced job performance对不对 好提升工作表现对不对 好这么一种怎么样 这个合作这个合作这个discollaboration 其实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when you have to analyze your day and share it with another brain 对不对 好这个东西又跟前面的这个每天晚上打电话 讨论当天的工作 其实说的是一回事 明白了吧 重点是在这里 他这里提到了这个you show up the next day ready to run 好他跟这个enhanced job performance怎么样 是做对应的 好这是第40题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41题 41题的话 41题的话就是我们看他要求选择什么 选择他怎么 铺垫这一段讨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看他这里接下来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如果这种这种 对于这种工作进行分享这么一种做法 分享的这两个人他们的能力怎么样的 好42题 我们不管选哪一个选项 我们这里都想都能知道 他这里表示是他们的能力是不相同的 他们的能力是不对应的 就是注意这里的对应 他不是指这两个人你有我无我无 你有这样子相互配合 他指的是两个人的层次相当 类似于门当库对那种 就是说大家水平相当 而不是你强的我弱我弱的你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指大家水平相当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说怎么样 他现在讲的说怎么样 大家能力水平不相当 他不匹配 然后又讲什么 不能够有效的沟通 或者说是什么 他还提到一个什么东西 他还提到了这个 对于公司来说会有额外的支出额外的成本 我们看这三个点对应的都是哪一个 中文西看不通 你去看看那种 当大家如果觉得一些词的英文中文西不好理解的情况下 大家去看Lunner's Dictionary的西意可能会不管是韦士还是牛津可能还是柯林斯可能都会更好懂一些 BC选拥本身是不好和是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很难去修饰能力这个词 好 然后为什么不选这个 不选择A呢 A也有不一致的意思 但是A他强调是两个 他不能相互配合 他这里其实讲这两个人的能力 并不是指他说就是那种 你有我 我有 然后你有我 然后你无我有 并不是讲这种配合 不是说这种方面的不一致 而是说这两个人能力不同 因为这两个人是做同一个工作的对不对 好 所以他指的是这个能力是否相当是否相匹配的意思 就是说水平是否能跟对方对等 他不是指互补 不是指那种相互协调那种 不是互补那种协调 而是指什么 水平一致的协调 所以选择第一选项 第一选项能表达这个意思 好 我提一下单词题 我呢 是一般是不做进一步回答的 所以就是呢 大家一查词点其实很好理解 首先看中文是意 如果中文是意 不好理解的话 看英文是意 看英 因为不懂 因为看不懂中文是意 就是说不能理解它实际的一个含义的话 不明白它语境的话 最好去看Learners Dictionary 不要去看韦氏大学词典 这一类的什么牛简 那种简离牛精英 那种英语词典 要看Lingus Dictionary 因为它对词的意思解释会比较详尽 它会它在示意的时候就会比较注重这个语境 而且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例句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第43题 43题的话 我们注意它这里有个比较结构 那应该是同类事物做比较 对不对 C选项这个dose指带什么 指带这个 我这里画了绿色线条 the salaries and the cost of benefits 指带这个东西 指带这个负数名词端语 这可能稍微含尽一点 因为我们以往见到可能是 就是指带一个负数名词 它这里是指带一整个负数名词端语 好 这是C选项 就是比较结构要遵循什么 同类比较原则 大家记住一定不是去看形式 而是看它实质上 实质上是不是 大家不要一看到那个dose of 就选 一定要看清楚 你选了之后 两边是否能对应 两边是否同类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44题 44题的突破口 再代字指带 对不对 好 它这里有个代字 这个对其实是想指带什么 指带这个investment 这个投资 好 这个投资的话呢 它其实应该用什么 单数的这个it来去指带 所以第一选项是对的 其他选项带此指带是有问题的 好 这是第四篇 好 我缓假 觉得有点喘气 人长胖了就是没有办法 好 好的我们先讲把这一篇讲掉 然后26题 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问题 聊到最后讲 这样子的话 也方便说 因为我估计不是每个人都想听第26题了 因为可能被我讲到已经很烦了 因为我声音又不好听 人长得又不好看 站在这里真是不好意思 就是说 方便怎么样的 方便 你就是待会就是结视频的时候 可以剪掉那一段 好 我们先把比较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题目 就是 C选项 C选项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 他这里提到一个 The same 对不对 The same dilemma 好的 这个问题问的好 这个的不是在讲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的 它为什么要用这个 它是这样子 如果写的时候 就是说 它是这样的 它写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的在dilemma前面 其实这个的是在跟这个same连用 我的翻译发的不准 就是这个 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same 其实它一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The same 表示两个怎么样 两个东西是一样 表示它这里是指什么 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出现的same 这个的是怎么样 对于这个same 它不是在对于后面那个dilemma 能够明白吗 好的 没关系 如果有事情忙的话 可以先下去 因为题目已经讲完了 好 我们看看 就是怎么样 就是 好 现在能够 好 现在能够明白了 好的 然后接着的话 就是 我看一下 43题 我们先把第四篇先讲完 好 43题 好 你想想想 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去做比较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这个 你看一下 他这里其实是一整个在比较 说过他同 你注意一下 他前面是有 的salaris 对不对 如果你要做比较的话 你要进行比较的话 你不会说 你不会比方说 举个例子 你要比较两户人的冰箱的这个制冷效果 你应该是把他的两个两个冰箱的上下格都一起比较 对不对 你不会说我只比较 比方说我家有一台冰箱 邓汉杰老师也有一台冰箱 然后我们现在在比较这两台冰箱的性能 那我们比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冰箱的上下格都拿去比 对不对 他不会怎么样 他不会拿去跟这个 他不会拿去说我这台冰箱的上下格去跟他那台冰箱的下格去比 要比就是一整个整体在比 然后如果你要选这个cost的话 你要使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怎么样 他其实就是只比较了一个部分 能明白吧 嗯 好的 明白了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好 行 那 好 关于这四 关于这四篇大家还有没有就是疑问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可以去休息了 如果呢 就是哈 如果有疑问的同学 可 就可以留下来具体问 然后我在最后 开始讲一些就是 可以切掉的内容 好 好